其实你听见他跟医生的完整的对话 好 医生咋哭的 娃娃的 我觉得一会儿好 我心里铺垫是从小到大 最害怕的就是不能跳舞 但是大夫跟我讲的是什么 路都走不了了 今天他跟医生对话 对完话之后 然后他一个人刚刚那样 或者是帮我念一下也许 他们在吗 现在别说跳舞 可能未来走路都比较困难 大夫说了 没事 前面我都没有 好 看 OK 很难过 又成核桃了 我前天哭了一天 我刚把肿削了 然后又有肿 我觉得我拍完有一个古装 一直哭的那个戏之后 我就吏翅 再也不想拍哭戏了 我有七百场戏 然后六百场都在哭 我听着都累 我跟罗靖对着哭 就太哭了 我哭了 然后又打 那部戏拍完就影响了我两部戏 后面的两部戏 拍得都非常感受 尤其没那个劲过不大 就以前别人跟我说这事 我就太矫情了 我这部很快就抽离出来 抽离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 心理上的东西 就是它都成了一对下意识的东西 就脑袋里面全是那时候的幻影 连续工作也没关系 但是你得拍那种开心的 一点一点缓 如果你要是突然间不拍了 对 怪不得丑 就是哭丑的 美女怎么哭都是美 这些许油腻这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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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